周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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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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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啥呀 给您送点粮食和油 老郭 我这是 你啥时候欠我这么大人情 周师傅 我就是欠你再大的人情 这年头 这粮食和油 我也送不起 那这是 这是我们老板送的 他说了 周师傅 跟我们住的是前后院 都是好邻居 如今呢 这年景不好 这不怕您家断了粮 接激接激 不行不行 老郭 这人情就欠大了 我不能要啊 周师傅 你一定得收下 我要是扛回去了以后 我们老板该不高兴的 不行 不行不行 你快扛回去 我真不能要 周师傅 人家好心好意的 你要是不收 这不是伤人吗 不行 我坚决不能要 你扛回去 扛回去啊 打了保护堂 怎么了 烫着了 我看我看 我看烫哪儿了 我看看 烫着了 我看看烫哪儿了啊 我看看 哪儿呢 这儿啊 哪儿啊 这儿没有啊 我没烫着了 你懵我 没烫着啊 老郭 人家 人家都走了 回家了 你也是不是觉得 你懂得道理 比我多啊 大的你 还比我强啊 那我问你 让老贺家给你送粮送油 你觉得人家 是敬你呢 这我还不懂 哦 那你知道 不是敬你 那是怕你 对吧 说人家要是敬你 你可以不收 你不收 人家不会生气啊 人家觉得 你这个人厚道 不爱占人好处 他要怕你就不能不收了 为啥呀 为啥你想啊 他要怕你你不收 人家会觉得你对人不满意 心里还恨人家 那人家这心里就放不下了 他要放不下这心 他就得琢磨了 琢磨点子 琢磨点子跟你逗 别说 你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哥 我不跟你吹的 我要是有仨心眼 你也就一个半 是吗 还是吹着你 干活儿 像发情的冒险还哼哼上 朱先生 如果长得我说那个价 能不能把昨天土匪抢的粮食 补回来 能啊 而且还有钻头 可是 就怕老百姓承受不起呀 承受不起也得承受 是不是 死几个人就好了 他们就得想办法 那您先下去吧 您先下去吧 这个唱这个乐量 谁乐呢 有谁 咱们家的橘子 刚才在外面洗衣上 又是唱啊 又是歌啊 你不用再吵了 有她哭那天的 那是 那是 我说桂兰 干脆 把她卖到窑子里去得了 不 你说这么狠的话干啥呀 你现在把她卖窑子里 你这不整事吗 怎么也得躲躲这个风声啊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咽不下也得咽 你说人这一辈子 哪有老扬着头的时候啊 你就是皇上也有低头的时候吧 是 我这辈子 她也没抬起过头来 在你这儿我没敢抬 我在她这儿我 我也不抬了 王爷 太太 外面出事了 出事了 出事了 什么事啊 你们快去看看吧 怎么回事啊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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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我们盆布市观地庙 买凉的 去买凉 不买凉的 该回家 还回家 赫老板 老板娘 你们就发发慈悲吧 我们镇上 家家都没有粮食吃 可是你们粮店 粮价长得那么高 我们老百姓实在买不起啊 发发慈悲 可怜可怜老百姓吧 哎呀 哎呀 你们大伙啊 都别在这儿跪着了啊 是 你们没有粮食吃 是我们是同情你们 可是 我们家这粮食啊 那 那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是花钱买来的 是不是 你说现在啊 这个粮价啊 多高啊 这是饥荒年 我们禁价 这粮食就高 昨天晚上呢 又遭土匪给抢劫了 你说 你说我们 我们不能做赔本的买卖 是不是 你们让我们可怜你们 行 那你们也可怜可怜我们 是吧 我们也可怜呢 哎 再说 我们现在给你们这个粮价啊 那就是 保本卖 我一分钱都不赚 这人吃马胃的 这保本啊 就是亏本 是不是 你们也可怜可怜我 老板娘 你说的话我们也相信 可是再没粮 你们也有饭吃啊 哎呀 我们家 都半个月没有粮食吃 我这三姑娘 都饿死了 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老百姓吧 发发自卑吧 就可怜可怜吧 多饿死了吧 多饿死了 哎呀行了行了 怎么回事啊 啊 你们听不懂人话呀 行了 我没工夫跟你们啰嗦了 这粮价就是这个价 想买就买 不买啊 就饿死 跟我没关系 你们把丈夫去 对对 起来吧 起来吧 何老板 何老板 各产来吃吃吃 哎呀 嗯 嗯 哎呀 哎呀 这样子 嗯 大家都吃 嗯 好好吃吃吃 都吃 诸位 嗯 咱们吃和差不多了吧 咱们今天哪 首先 得把好特别人配好 好特别人从县里来 给咱们镇上 带来了救急款 哎 救黎民与水火 解百姓与疾苦 感谢特别人哪 感谢 来 共同学好特别人一杯 感谢感谢 别客气别客气啊 这都是应该的 感谢 百姓没有难哪 我哪能看着不管哪 干杯 说得好 干杯 干杯 好好 哎 哎呦慢点慢点 别噎着 嗯 来来来来 哎呦 我我我慢得了吗 我啊 我还能跟你似的 天天吃香味喝奶 我冷静得到 那么好吃的东西 我慢得了吗 嘿嘿 你要喜欢吃 我再给你买 让吃个狗 你喜欢 你一天就知道哪点吃的来护露我 家给我个馒头 没要给我个麻花 你就把我陪你还一次 那你还要啥呀 我有钱呀 给我钱 哪有钱呢 钱都在牵匣呢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就不信了 你身上连一点零用钱你都没有 嗯 零花钱也不多了 哎 我叫你扣呀 你个铁公鸡你 哎 哎 告诉你的事啊 一件十分要紧的事 你要是能给我两块大羊 我就告诉你 你要是不给 你闭上眼睛死的那天 你都不知道 两块大羊 嗯 你没说过他给你啊 那我要说你不给了呢 我是说你不给了 我是驴养的 哎 你驴养的挺个屁股啊你啊 你不给钱 你狗养的有啥用啊 给不给啊 给给给 给给给 哎呦 你这 你这钱怎么藏 你这多臭啊 你藏鞋里啊 你要拿鞋 你干嘛给我 给我 说吧 我们家完了 你们家才完了呢 我们家完什么呀 我们家也没有儿媳妇 我们家就是有儿媳妇 也不跟人家干猫狗的事啊 橘子 干猫狗事了 跟保虎子睡了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你不是光瑶子就去赌博去了 你看看见他 你看见唐二虎了 你看见唐二虎了 你少扯淡了你 昨天晚上 你不是逛窯子就去赌博去了 还还还还还看见汤二虎了 要是看见汤二虎 你还不得下尿裤兜子 大姐啊 你啊 赶紧把罚款交上来 四十块大洋 一分不能少 就要交不上罚款 你就把这身衣服扒起来 给我滚回家去 韩局长 你让我滚 行啊 我滚回家去 你八成坑就滚到大牢里去 放死 大姐啊 你敢跟我这么说话 别说我收拾你 韩局长 咱们别发狠 咱们心平气和地说几句好不好 说吧 我看你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来 象牙我吐不出来 我能吐出金牙 对 哎呦 你赶快别恶气 我赶快带上带上带上 韩局长 这趁杆子 要是没点准心 那还能趁凉吗 我要是不掌握点什么 敢跟您这么说话 是 昨天晚上我确诊了 你惩罚我 开除我都可以 可是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我在我老丈人家 唐二胡带人抢了 他把我堵在我老丈人家了 唐二胡 他会放了你 他开始要崩了我 后来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唐二爷 你手下留情 我跟韩局长是败膀子兄弟 他听了以后 立马把我放了给我留了条小命 你少扯淡 你忽悠我是不是 韩局长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怎么就不信 唐二胡还拍着我的肩膀说 回去告诉你的韩局长 我得谢谢他呀 没有他的帮忙 我能大明大白地抢梁吗 告诉他 我唐二胡 知人图报 我会报答他的 大姐 你胡说八道 谁把他忙了 韩局长 我也算是个老警察狗子了吧 昨天晚上叮当打了多半个时辰 我们的人一个都没受伤 咽气的更没有 他们那边呢 我看得很清楚 一个个皮毛无损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大姐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今天我要崩了你 韩局长 你别吓唬我 我这人胆小 你再吓唬我 我就尿裤子了 你相信我敢崩了你 我信 我信你能崩了我 可你能崩了我的老丈母娘老丈人吗 你崩了我 他们能不找你算账吗 韩局长 你真打我 我真打你 我这是关照你 好 好一个关照 我谢谢局长的关照 剧原编宝财 在昨天晚上抗击匪头的战斗中 英勇分战 独当一面 虽然他头部受伤了 却仍然顽强抵抗 终于保住了 千登峰两行的粮食 这个粮食是少数损失 少数损失 为此 镇政府决定 嘉奖编宝财 并奖赏银元 二十块 请刑阵长发奖 辛苦辛苦啊 为民意效力 好好好 值得嘉奖 值得嘉奖啊 可以放中了吗 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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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没有钱的 给我 上马上台 快点 一个一个篮 好嘞 上马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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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上马上台 别人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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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们 真是太可怜了 如今的饥荒 不光是天灾 也有人祸 人祸 张大帅和吴佩孚在关里 更热乎的 几十万的兵力 那是几十万张嘴啊 得多少粮食啊 不都得从百姓嘴里躲啊 百姓真是水深火热 水深火热啊 所以我们要帮他们呢 我们这一次解救了他们一下 我现在感觉到一个官员 肩上的责任 责任不轻啊 是 哎呀 你们咋就不相信我了 我真的是亲眼看见的 就去年冬天的时候 那喝 我能跟贼一样 也不知道干啥 偷偷摸摸摸 跑到那个梁的那个草垛的那儿了 一脚就半绳上了 那呱呱一下摔地下 揍大爷牛粪 砰拍脸上来 你知道吗 弄得跟大花猫一样 完了以后 他起来以后 把他左右寻思一下 看看没人看到 其实我看着了 我没看了 完了以后 他恶心的 回到家里吃不下饭 那个钱侠子就问 你咋不吃饭呀 他说我吃饱了 钱侠子问你吃啥了 他说我吃了一个大花卷子 什么大花卷子 竟能瞎编 真的 我真没瞎说 你不信你问贺物呢 你问问他 吃没吃过大花卷子 你问问他 哎呀 你快别说了 恶心死了 就是可别说了 是挺恶心的 别说了 你把刀拿来我看看 好 快 怎么 有力赚吗 还有力了吗 大力 赚了 吃 你还担心 说粮价涨了 怕没人买 一点都没少卖 我怎么在镇上 听别人说 有人又卖地 卖房的 卖儿卖女呢 吃 卖房卖地 跟你有关系啊 你让卖的 可也是 又不是我们 逼着他卖 哎 鬼老 我看咱们家那橘子 早晚得出事 出什么事啊 跟铁匠铺 那个保虎子 早晚得出事 那就看紧点了 怎么看呢 我拿个绳 把它拴在我腰带上啊 猫狗都看不住 何况人呢 哎呀 没准啊 俩人已经出事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这是猜 我刚才不说了吗 没准吗 哎呀 猜有什么用啊 人不都说了吗 捉贼捉脏 捉奸捉霜 你没抓着 没用 可也是啊 这俩人又热乎起来了 在哪儿热乎 我刚才上猫房啊 就听见啊 咱家菊子在保虎家院里啊 叽叽喳喳的 又说又笑的 哎呦 那你把他叫回来呀 我一个老公 给我嗷嗷嗷嗷的 倒上去海儿媳妇 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你等我数完钱的 我去叫他 可不要脸他 鸡子 这钱匣子和贺无能 没在哪位呢 没有 他们现在对我挺客气的 我们敢为难鸡子 还看你面子啊 那倒不是 鸡子那家里还有啥人啊 我家还有我娘 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妹妹 那你爹呢 我爹 我爹前天出劳工 到本西区挖煤 没动他了 他就被压在里面了 那你怎么 怎么就到这儿了 我娘带着我们过日子 虽说穷吧 可日子还是能过下去的 我哥哥给财属家当长工 我弟弟给财属家放羊 我和我娘 还有我妹妹 我们就种家里的二母宝弟 饭还是能吃饱的 可是去年大旱 粮食一粒手辰都没有 我们一家人就过不下去了 正好前匣子到我们村子里 去串亲戚 看见了我 就托人到我们家来说媒 说是拿四百斤包米换我 前匣子家有个矮挫子 十里八算谁人不知道呀 我说死也不愿意嫁给他 我娘见我不愿意嫁 被逼得没办法 就上吊了 多亏发现得早 被人救了过来 我一看家里都这个样子了 我要是不嫁的话 一家人就都得饿死 所以我就嫁了 橘子 你别难过 你等着啊 等着我混出个样子来以后 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八虎子你说什么呢 你混出样子来 你还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 跟人橘子有啥关系 对 没啥关系 你好 老贺家的儿媳妇 没事跑这儿来坐着了 烙得挺热乎呀 烙什么磕呢 我也想听听 烙啥磕关你啥事啊 嫣 你吃枪药了你 张口就有这么臭 周嫂让我来给菜刀吹吹火 不行啊 给我 谢谢啊 我走了 那别走 还有啥事啊 还没给钱呢 老伙子 还要啥钱呢 钱可以不要 得陪我们烙磕 脆一把菜刀一脚钱 来 烙一脚钱的 不行了 至少等着菜刀干活呢 我咋啦 是啊 你也不敢再耽误 如果你再晚了 我看那钱匣子 不准能把你送给 他敢 你又跟我叫号啊 你不信 你不信 来来来橘子 在这坐着来 我看他还敢坐半个时辰不 来来来 你坐半个时辰 给他看看 我看他能怎么样 走 橘子 橘子 这 橘子 我回来了 我走了 橘子 你咋 你招呼就毛了 心里有鬼呀 心里有啥鬼呀 心里有什么鬼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你说我听听 我怕我说出来 你的小命就没了 你吓死我了 你赶紧说我 看我能不能死 你敢跟我叫号 你敢跟我叫号 我就说 我就跟你叫号了 怎么了 你给我说 说我听听 你再叫我就说了 我就叫了 你说我听听 老虎子 来 老虎子 老虎子 你跟你嫂子下叫号啥你 你刚才不说渴了吗 去去去 去胡胡睡去喝水去 去 小样 敢跟我叫号 那事我要说出来 你八条狗命都没了 啥事啊 连狗命都没了 哎 你眼睛有毛病啊 你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我看不见 行了 你看不见 你就慢慢等着看 等着你那狗弟弟 倒大霉吧 橘子 你想怎么的 你想怎么的 我又怎么了 跟我装糊涂是不是 你跟我来 哥 吹吧 小米刚探的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哎 嘿嘿 包虎子 嗯 你嫂子是不是知道你什么事啊 我能有啥事啊 哥啊 你是不是跟人家橘子 我那跟橘子干啥玩意儿我跟橘子 没事儿最好了 没事儿你去给我打住 别让人家姑娘跟家儿凑合 你说你真要是把橘子给占了 那老贺姐那家人是好惹的吗 啊 那不光坑了你坑了我 连人家姑娘都坑了 这辈子都完了 你得把着点你自己 听见没有 我把他呢 把他呢 又不耐烦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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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咋不吃呢 你去吧 娘 找我什么事儿啊 你自己什么事儿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那我告诉你 你跟后院儿保虎子 要是敢干出犯规矩的事儿 我要不剁了你 我对不起你爹你娘 要是真干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那就得剁 说吧 你们俩有没有事儿 没有 真没有 你这么问能问出来吗 这个死丫头骗子 我给那嘴那个硬啊 那天晚上那么揍她 她连一个字儿都不甭 能问出来吗 我让你去 橘子 我信你 从今往后呢 不许你和保虎子接触 也不许到后院儿铁匠炉去 刚才是周嫂让我去 给菜刀脆脆火 我说是往后 往后不管在哪儿 见到宝虎子 把头低下 别理他 能做到吗 能 能做到什么呀 这事谁都挡不住 怎么就挡不住啊 不是他 我管不住宝虎子 我还管不住 自己家儿媳妇 橘子 我再说一遍 以后 把你自己的腰带系紧了 这个世上男女的事 只要女人把腰带系紧了 男人什么招都没有 听见了吗 那你走吧 没用没用 不是你说话我就不爱听 什么有用没用的 这事没出来 你不得镇住他 没用没用的 还没出来啊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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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了 什么时候出的 在哪出的呀 我没愿意告诉你 是后院的凤娇告诉我的 说昨天晚上他上猫房 听见咱们家的彩虹堂里有动静 他爬墙头一看 我的妈呀 这两个杂种正在那干猫狗的事呢 凤娇亲眼看见的 他不亲眼看见他还编出来的 那他怎么告诉你呢 你们俩有什么事吧 我们俩能能有什么事呢 再说他是从窑子说 就算他看上我 我也看不上他一个烂货 那他看见了这事告诉你 他怎么没告诉我呢 这不是遇上了 顺便就告诉我了吗 我看你们俩也没什么好事 这个宝虎子 敢骑到咱们博梗儿拉屎 搞我们老贺家的儿媳妇 简直这欺人太甚了 这不就是仗唐二虎给他撑腰吗 再说咱们家那个橘子 也不是什么好货 你那句话说得对 这个女人腰带勒紧了 男人使什么招都没用 不过这事呢 也是没准的事 凤娇那张破嘴呀 什么话编不出来 这男女的事啊 你要没抓着人家 说啥都没用 你想抓他们呢 那他要干猫狗的事 我能便宜他吗 我为啥不抓他 那好 我领你去抓 嗯 我要抓着他们 我弄死他们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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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